前面这个桌子 在桌上就换一个 前面后面就有很多地方 你刚刚说后面的想法 前面那个地方 我觉得中国丽的 这种品牌的一些设计 会更能性化 而且你看了会觉得 很耐看 颜值也是抛高 这菜桌子是顶到几个 到油烟都跑二百 让姐姐菜桌子都捞到问题 大的东西太多了 超多了 就这样 所以的话这个成本的话 其实可以有招费 你们的大部分 真是冰箱吧 对吧 因为它冰箱 喝热 喝热 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满足它的收藏和客厂 品尝的爱好 天马 应该很高的就是810 810 860 如果长时间的话是810 对 对 我们没有均满它 因为它有素脚 也有一个 它屋里脱脱 扑过来 比如说前面这个桌子 很匹配 我想给它换一个 这个柜子 对 这个柜子我早想给它搬走 我妈又不听意了 需要去展示 同时的话也能够很好的保护和收纳起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利用了 其实它可以把它做很轻一点 轨迭一点的地方 一边就把前后对着 刑作的一个存放军 这些都有 还有坐的地方 对 还有坐的地方 小船 带来到小船 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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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一句话 就是专业的事情 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其实一进门我就觉得 第一感觉就是空间变大 空间变大 我觉得尤其是一进门的这种 感觉会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不是在换了东西不一样 就这种视觉冲击感染会不一样 我妈放鞋的地方 她这种设计我也是没见过 而且我觉得乌伯利的 这种品牌的一些设计 会更人性化 而且你看了会觉得很耐看 客厅也是收纳的这些空间 会特别的人性化 我刚才在 我也有说到 我说照片现在摆到墙上 比之前好看 就是感觉更合理 更合理 然后包括一些细节的这个 点缀也是更人性化 二十块钱东西放进去 可能都翻了好几倍了 就是空间大 而且更合理 设计上洗碗机旁边的一些盘子收纳的抽屉 包括洗碗机 包括上面那些可能有一块地方不常用的东西 也可以手把把它拉下来 也没有说是那么的麻烦 可能我想不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可能会踩个凳子 或者去够这些东西 那他们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就更人性化了 我跟他们也说 跟我爸妈也说 我觉得这样一种书房的更新 也不会再去打乱 你会每次做完一顿饭以后 你会收拾的比较干净 而且很好收拾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现在感觉很开心 对 就可以觉得不是这个家里的抱歉 我感觉是这样 进去会感觉心情有点 感觉像进入商场 就很舒服 其实进商场和逛商场 基本上都是坐在那个大方的洞子上 我觉得这个沙发特别好 对 其实我就是感觉看到它很亲切 因为我在商场经常坐 操作起来更便利 而且找东西找起来会更方便 再一个就是它可以把一些 之前不知道到哪放的东西 可以一一展示 可以每天如果有出去的时间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去选择去搭配 而且里面的那个 就是衣帽间那个镜子也是非常非常好 其实下到这一块空间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是舒服的同时 其实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打球是我的职业 喝茶是我比较喜欢的 平常 对 我是很喜欢喝茶 但是呢你回到家就没有机会去找到一个很舒服的房间去喝茶 然后跟父母聊天 你有的时候也想让父母品一些好的茶 是这个好茶一定要到好一定的环境去下去品呢 你才会觉得这个茶真的是好 那我觉得这种环境去喝一点我爸存下来的一些好的茶叶 那会感觉真的是心里会特别清净特别舒服 是这样的 其实冠军的新家其实我觉得整个的目的 我觉得我是打倒的 也是因为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他们也不理解 他们一开始也是不理解 也是不知道我的一些用心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说是改造这个房子 那真正到现在来讲 那他们一定是开心性的 那我的努力可能就做到了 目标就达到了 那你再让他们换到之前的这个零万的居住环境 那他们一定不愿意 所以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需要变一个方式和方法去对他们沟通 去让他们容易去接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